看这个 等于运突把气放进去 这两个现房间的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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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吹掉的气压 他其实想要确保 要确保有污料 确保有污料 然后把继续拔开 然后再检查一下 这个玉手这里 玉手有产品 假如说玉手这里有产品的话 我们这里有一个手举手 就拿到这三瓶子 拿一个手举手 在那里面去 地形跟形状 然后再把灯拿打开 撑好了 撑完了 这边的也一样 进入煮烟面之后 这一个是电源通关钮 进入煮烟面之后 出锁画 然后点击报警画面 看是不是有报警了 表哥说有报警 他们会面还真的 有报警就把报警清除掉 没有报警就不要给 然后点击起来 这种就始终低谈 好 好 然后打完污料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杂收机停止 就是污料打完了 有个缩尾缩尾阶段 有个缩尾缩尾缴 缩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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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 转转电机启动 首先看那个位置 看那个平台 我们要收紧 假如没有平台的话 这里由一手一键到位 收紧之后 然后点击 转转电机 然后再点击 住间位 这个同时确保里面有产品 然后就是一次内推的 一锯 一锯位 多锯位 还是同样的操作 还是同样的操作 然后看一下 如果假如说 住院位没有产品了之后 就直接 点击 手锯位 手锯位 转转电机 然后我去看一下这里 是不是有产品 如果有产品的话 就点击下料位 在手动操作的同时 不能让卡里游入去 手动会造成卡料 然后转转电机 然后转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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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讲的是手动操作技巧 然后这里面是气缸 这气缸非免应应对的 散量定位气缸是这一个 散量定位气缸 这一个是住院上下气缸 这一个是住院定位气缸 这一个是浴所前后气缸 这一个是浴所上下气缸 这一个是左右 这一个是定位 这一个是上顶 下面还有个是上顶 这一个是手紧电机的气缸 这一个是手紧电机的定位气缸 这手紧电机的 放下手紧电机的左右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手动操作页面 假如说打个比方 平盖玉所这里没有手下去的话 去把 玉所这个位置 细批 细批速度小快 就是时间 细批旋转的时间 跑久一点 或者 找出手紧电机的力度不够 去把这扭力 这分别是应电机一 电机二 扭力一 扭力二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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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